大家好,本期大叔,欢迎来关一见目前S2红夫人 杂技大富,木偶师小女孩 哎呀,我的天,这阵容 这阵容怎么打红夫人 木偶师打红夫人倒是不错 那其他的话,一般吧 大富打红夫人,效果也很一般 抬个镜子,该打你打你,对吧 上来找到杂技第一刀,没有 杂技一颗球跳开,平行竞跟过来,镜头给到 嗯,好像有机会能挂一刀 这一刀打上的话,对于球人来讲 这个局就不太能够去写一个三开门战 没有什么保人能力啊 不能说小女孩过来保吧,那不跟你开玩笑一样的嘛 对吧,小女孩过来保 真的就是最后可能差,差个一刀两刀的时间 可能保一保,这边杂技一颗球跳开,可以的 手里面飞轮好了 这边,哇塞,有机会吗?没有 骗过来,有飞轮,蓄力刀 但是这一波,红夫人手里闪现CD是好了 飞轮交掉以后必须闪现,也算是能牵制了 牵制够了吧,一个杂技 说实话第一刀吃上,这边已经差不多是闪现一刀带走 这轮对抗打完以后,密码这的话 转量是踏步多两台机出头一点 2.2.3的样子,通缉到的是小女孩 这边的话大副的位置不知道有没有排到 因为镜子CD是好的,如果排到大副呢 这把可以追个双刀 看到了吗?看到了 哇差一点点 这边这个怀表 没有,这波两轮怀表都没有摇到东西 但是红夫人这边镜子没打到 没打到的话还行吧 反正这边救下来就行 反正这样就行 救下来以后你要不要追 因为杂技的飞轮是交掉的 贪一点呢,平地去勾一勾这个大副 然后抬镜子给杂技 但毕竟杂技有球,还是选择球稳 一个抽刀没中 抬镜子,来看杂技这颗球 这颗球跳开 还在镜子的一个射程范围 没 可以了可以了 不过红夫人在这波 手蚁过程当中什么东西都没有打到 就等于说大副是吃一刀把人救下来的 鸡子 你别说这边万一小女孩莫尔斯有个博命 都有可能四人开门战 莫尔斯来了 这边抬大副 通缉到大副有点尴尬 这大副是真 但玩不动 但很可惜这波镜子没打到 这一刀如果能打中 红夫人是一个宝瓶真胜 这一波镜子没打到 你都别说 来我们这都别到 这边 吃一刀 而且这边的话是爱莫吃刀 再来扛 再来扛 这边的话还能帮忙下板子继续掩护莫尔斯这里 你看这边说帮忙掩护扛刀 帮忙掩护扛扛扛扛扛 待会小女孩可以飞过来的 可以接力扛接力扛接力扛 小女孩危险一起救援 哇塞 这刀扛住了 那完了 虽然说这边机子差蛮多的 但是这边小女孩过来了 要挂过去压这边大副的机子了 要压 主要还是因为大副这波镜子没有带走他 选择击倒莫尔斯挂的话 这边 因为这个莫尔斯救下来是有操作性的 椅子刀漂亮 这边附身抬镜子倒大副 杂技这边兴起机子吗 一刀大副倒地 杂技这边的话还在跑还在跑 红夫人这里看一下 因为这边密码机给到的压力比较大 红夫人可能管不了这个杂技 那也就是说这边穷者是可以选择杂技 新起来的机子慢慢给你打后续的 红夫人如果说选择传送落地去把杂技秒了 他手里面没有东西往回打的话 其实穷者这边强行把这边的机子晾了 三个人在这边也能有可能三人三跑 所以红夫人不太可能去管这个杂技了 不太可能去管这个杂技了 这刀打了个啥 打了个墨尔斯千墨尔吧 所以刀小女孩百分之下来 大副这边有白表 墨尔斯这边是个上个挂的 这里90的机子 小女孩也过来 交飞轮落地刀 切市场是切不了的 因为那边的机子也凶 这个市场是一定切不了的 所以说红夫人这边要等 他要等 其实我觉得这波可以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镜子 先镜子抬 把大副的怀表逼了或者怎么样 这边抬镜子包过来 叶刀 没有打中大副 怀表不交吗 那小女孩先把人救下来 大副是个二挂还能打 这边小女孩有 有操作性 墨尔斯更有操作性 因为小女孩这边的话 他纸片还能玩一手 否则没有镜子 不一定能打得到他 这里的话墨尔斯 过来修机子 杂机应该是去贴门了 杂机应该贴门了 这边交闪线 好的墨尔斯是个挂飞 这里的话有没有机会 哇密码机亮了 这个密码机是杂机亮的吗 那就是杂机亮的 四人开门战 我的老天爷这把能打四人开门战 这边包过来的话 小女孩纸片 弹一手 但是这个纸片弹的位置破坏 切传送因为闪线已经交掉 下一个镜子再留人 看这个镜子怎么留人了 墨尔斯在视野范围内 并且他的飞轮是已经交掉的 所以这个墨尔斯应该是 镜子准备的 没有任何操作性 这大副还有块怀表 这大副被通缉的 大副不敢 杂机这边往回顶吗 大副你还敢回头 这大副敢回头的 我是不敢想 大副你敢回头 我一个镜子带你走 这边看到墨尔斯了 看到墨尔斯 往镜子抬 这边墨尔斯 没有操作性了吧 这种没操作性了吧 但是这个人好像挂不了吧 杂机压过来了 大副这边正面 吸引你 然后杂机过去拖人 杂机已经到脸上了 杂机手里还有飞轮 打的是真的凶啊 那那那没办法 大副来吧大副来吧 杂机是不太能来 哇 kill 这杂机在占位 大副的怀表呢 人类救下来 打着 最终输在了残局的一个鞋铜上面啊 路人级的鞋铜是打不出像那个比赛那样的一个鞋铜的 强行来就 管流结束了 但是这边墨尔斯 也没地窖可以走啊 有个飞轮啊 应该是有个飞轮的吧 蛮可惜的 打是打的真不错啊 这个局是一个什么呢 作为观众来讲 看是看爽的 但是求者嘛 就有点可惜了 最后没有能打出一个 就他们想宝拼很好吧 他们想真胜嘛 没能打出来 拜拜